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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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因为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临到我们 没有人能够达到父的面前去 但是在主基督里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了 这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与神之间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完全释放的来到父神的面前祈求和祷告了 第二 我们要以送赞和感恩的态度来祷告 在诗篇一百篇 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圣经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你看到了 通向神的门和愿是透过送赞和感恩的 送赞和感恩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六节那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怜悯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那要记住了啊 我们所来到的是施恩宝座之前 神的恩典匆匆满满的存在宝座那 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审判而是恩典 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能够来到施恩座前的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以一个送赞感恩的心 不存有任何的自责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圣经又说了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那不错 正是因为主所流出的宝血 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 那我们就要不带任何内疚感的来称赞 来送赞感谢我们的神 来向他祈求祷告 那要知道自责或者说内疚感呢 是我们学习向神祷告最大的一个敌人 主要的原因就是 自以为义是引起自责的主要的因素了 我们如果是想以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来改正自己 那将是没有办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的 唯有凭着信心 接受主基督叫我们称义的恩典 才不会再担忧自己做得不够好了 才不至于对先前已经被神所赦免的罪感到难过 我们再也不会夸耀自己的什么好行为 恰恰相反啊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诗恩宝座前 而用不着整天在担心我们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 好 那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看祷告蒙应允的第四个条件啊 那就是我们祷告的动机 神是见察人心的主啊 他是很注重我们祷告的原因 我们祷告的动机 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么很明显的 我们的动机那就是有问题的咯 在雅各书的第四章二到三节那儿 就指出了一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所持的错误的态度 经文这么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那主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所求的 如果是专以自身的舒适了 或者个人的某一种欲望来满足 作为重点的话 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动机了 那什么才算是正确的动机呢 耶稣明明的指示过了 那就是要叫神的名得荣耀 才是正确的 神所垂听的祷告 是一个以心灵和诚实的祷告 恳求父神借着主基督的名 得着荣耀 那么我们如果是多多的靠着神的应许 祈求 我们就更加的荣耀神了 可以想象得到啊 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 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叫神得着一切荣耀的祷告 祷告蒙应允的第五个基本条件 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了 在登山保训里头 耶稣教导人如何的祷告 指明了几个重点 其中一点就是原谅别人 圣经这么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哎 你想想啊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 叫我们要留心与人之间的饶恕呢 我们饶恕人多少 神就赦免我们多少 我们如果是完全饶恕别人啊 神就更乐意完全的赦免我们 基督徒祷告不蒙应允的 最主要的几个因素之一吧 那就是因为不肯饶恕别人的过错的关系 这也是造成我们灵命增长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了 以致叫人对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啊 充满了一种挫折感或者失望 那通常啊 问题多出在不肯饶恕某一个人的关系上 我们如果不学习去饶恕那些叫我们心灵受过创伤的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祷告当中得到释放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原则也可以是应用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上的 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圣经说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你看啊 这番话是特别对丈夫说的 这个说得很清楚了 夫妻的关系如果不恰当的话 也会成为祷告的一个拦阻啊 这可以发生在夫妻任何一方面的 无论怎么样吧 只要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他们的祷告就会受到拦阻了 因此 如果想祷告德蒙神的应允的话 个人的需要得到供应 孩子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那么夫妻的关系 首先要融洽了 这是必须的条件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六个条件呢 那就是 祷告中有圣灵的引导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那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那么我们就想想了 我们这也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身为神的儿女的 我们每一天生活是怎么样过的呢 圣经说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 这是我们活在世界上 唯一应该有的表现了 是不断的 恒常的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这才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 使徒保罗又把圣灵在基督徒生命当中 引导这个真理应用在祷告上了 好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经文这样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检查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你看看 保罗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软弱 不是身体上的疾病 而是我们属肉体的毛病啊 这软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这就包括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我们也不知道祷告些什么 保罗说 我们都有这个软弱 我想你也会同意的吧 事实上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事情祷告 或者为什么祷告 即使我们知道要为什么祷告了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啊 也许你知道你需要为你的丈夫 或者丈夫为妻子祷告 为孩子祷告 但是你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祷告 这就是你和我的软弱了 神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神的灵是来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 他担当我们这些软弱的 替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代求啊 所以当我们不晓得怎样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只求圣灵帮助我们 那只要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他承担我们这个软弱 并且透过我们向神祷告 这是真正得到圣灵的人所蒙受的一个极荣耀的福气啊 那保罗还说 圣灵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信徒祈求 他按照神的心意为信徒祈求 他所求的是神希望听见 又希望按照我们所求而答应的 那当我们不懂得用自己的话去向神表达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转向神 让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的祷告就对了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祷告是对的呢 那这是因为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祷告 而他又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祷告的 所以 那当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向圣灵求助就行了 那这是神在基督里为信徒所预备的恩典啊 这恩典是给所有的信徒的 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权利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去祷告 那么所祷告出来的就不是我们个人的祷告了 不是个人的意思了 乃是圣灵的祷告 神的意思 必然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因此也必蒙神垂听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难处 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的呢 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已经到了尽头了 到了极限了 我们就要转向神 祈求圣灵的帮助啊 他必能胜任有余的 圣灵说我们应该常常的祷告 不可停止祷告 这是我们自己力量所做不到的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交给圣灵 让他去带领 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那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你看原来祷告得应允啊 是有赖于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能力 这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了 保罗说 这能力是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当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 来到自己的尽头的时候 圣灵会把我们领上一层 更高的境界去的 圣灵的能力 可以为我们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因此 有效的祷告的第六个条件 是学习怎么样在祷告中 被圣灵引导 让圣灵在祷告上 做我们的导师 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 怎么样以神的眼光 来观察一切的事物 祂会教我们怎么样祷告 并且在我们身上 显出祂的能力来 祂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啊 神实在是奇妙的 祂不但命令我们要祷告 祂更教导我们当怎样祷告 而祂也在我们里头祷告 因此祷告不单是我们向神祈求 也是我们和神一起的祈求啊 好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祷告 蒙英语的第七个的基本条件 蒙英语的第七个基本条件了 那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祷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那就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圣经说 我们就知道神听我们 那如果我们知道神听我们 那么我们所祈求的就无不得着了 因此最重要的事就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祈求 我们的祷告就一定会蒙英语了 那不过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在哪里启示的呢 答案就是在祂的话语里头 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的最高启示 而神的话语从头到尾都记载在神的应许 使徒彼得称这是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 你知道这些应许是什么吗 他们就是神旨意的启示 就是说啊 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旨意 那么当你找到一个应许是和你的处境有关的 解决你的处境的时候 这个应许就是神给你的话语了 也就是神的旨意了 神从不应许一些不是他旨意里头的东西的 因为他不能随便的应许 而又不去做 因为神的应许是必然符合他自己的旨意的 神是始终如一的神啊 他的话怎么说了 就怎么成就的 因此我们祷告的一个最大的秘诀 就是第七个条件所说的 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而神的旨意就是启示在他的话语里头了 好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是在旧约里头的 第二个是新约里头的 在旧约的历代至上十七章 记载了大卫生平的一件事 当时大卫已经建立起他的王国了 他的国是胜利的 而他也享有平安丰盛 并且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之中 他在家里头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美丽的事物 于是他想到了一件事 他心里想啊 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头 但是耶和华的约柜 反而在曼子里头啊 所以他就对先知拿丹说了 我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居所 拿丹就回答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这个意念很好 可是当天晚上啊 神却对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 给我居住 我却要为你建造居所 这不是很奇妙吗 哎呀 大卫心里就想了 我能够为神做什么大事呢 为他建造居所吧 神反而对大卫说啊 你不必为我建造殿宇了 等你的儿子为我建造吧 但是我却要为你建造居所 当大卫听见这话之后 在历代志上的十七章 十六节就记载说了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 你看呢 大卫王坐在神的面前 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哟 圣经并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跪着 才可以祷告的 如果我们跪得太久了 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当五星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一般门徒和信徒也是坐着的 使徒行传说 圣灵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大卫进去 很舒服的坐在神的面前说 耶和华你对我这么好 我希望能够表达一点对你的谢意 然后他就说了 你知道我有意为你建造居所 但现在你竟然为我建立家世 居所在两个字在圣经当中啊 不单是指一个地方啊 更是指一个家庭 换句话说 神应许大卫要使他的家族永远的兴旺 他的儿孙可以永远坐在宝座上 统治以色列 统治列国 那其实大卫只是进到神的面前 向神表达他的欣赏和谢意而已啊 那然后到了十七章二十三节 那我们看大卫怎么说了 这就是祷告得应允的要诀 大卫说 耶和华啊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你的名永远坚立 被尊为大 你注意 照你所说的而行这句啊 是整个祷告的关键 今天呢 我们也同样对神说 神啊 照你所说过的行吧 如果神说过他要做的事 而你去求他 他就不能不做 神应许就是神旨意的启示啊 然后我们再看见大卫祷告的动机了 那在二十四节圣经记载说 愿你的名永远坚立 被尊为大 大卫所求的并不是自己的荣耀 乃是神的名得到荣耀 这正是我们祷告的模式 求神按照他所说过的去行 好让神的名永远得到荣耀 因此 祷告的要诀就是知道神的应许 如果我们连神的应许都不知道的话 我们怎么能来求神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呢 所以认识神的应许 按照神的应许祈求 是我们祷告能蒙 阴云的一个秘诀 我们要依靠圣灵祷告 我们也按照神的话来祷告 而圣灵和神的话与连在一起 这就是神大能的创造的力量了 在诗篇的33篇第6节 圣经说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你看啊 神的灵和他的话加起来 就带来了宇宙的创造 因此 当我们把神的灵和神的话语连在一起的时候 所得到的力量是极其大的 神必然会为我们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其实我们所求所想的很有限呢 只是在人的层面上的 但是神的应许却是在神的层面上的 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层面 是永永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和明白的 但是唯一能够使我们踏出自我的层面 进到神的层面的方法 那就是借着圣灵 这是唯一的方法 好 现在我们要来看新约的例子了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头 如果我问你啊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还有哪一个人所经历的神迹是最伟大的呢 我说的是啊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还有哪一个人的经历 他的神迹是最伟大的 也许你会以为是拉撒路 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呀 啊 这是最伟大的神迹了 嗯 我同意 不过我个人认为 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 成为神儿子的肉身母亲 这更伟大呀 这是更伟大的神迹呀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 当天使告诉玛利亚的时候 玛利亚也说啊 怎么有这事呢 然后天使就告诉他 圣灵要临到他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因弊他 好 我们来看看圣经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七节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圣经这么说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那就是说啊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 神的话句句都有能力 而且是必然应验的 当天使对玛利亚讲完这句话之后 玛利亚就明白过来了 于是就欣然的接受了 好 到三十八节了 圣经就记载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啊 多么顺服的一个女孩子啊 一个童真女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结果 这就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 如果我们也想经历大事 得到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果 我们就要按照神的话去求 这样呢 才会得着的 那今天所讲的两个祷告呢 都是和耶稣基督的来临有关联的了 大卫是我们伟大的先祖了 在历代至上的十七章 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啊 或者说一个后裔 而这件事就应验在童女玛利亚生耶稣的这个事迹上 他们两个的祷告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啊 那就是求神照他所说的去成就 这个他当然只是神了 求神按照自己所说的去成就 那这是最有效的祷告 是有圣灵的指引依据神自己所说的话去求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有效祷告的七个基本条件 第一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第二 祷告要带着赞美和感谢 第三 不要带着罪和罪疚感来祷告 第四 祷告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 第五 要确知我们与人有一个好的关系 对人要存一个饶恕的心 第六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祷告 第七 要按照神的话语去求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第二 要感谢赞美 第三 要不要带着啊 不要带着罪疚感 第四 祷告的动机是要为了神得荣耀 第五 要确知我们与人有好的关系 要存饶恕的心 第六 让圣灵带领我们的祷告 第七 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 来祈求 这七个条件如果都符合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大有能力去为别人带求 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学习操练 好 要记住了 神是渴望答应我们的祷告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去求 也可以说祷告 代求 符合神的心意的代求 必蒙阴云的 好 欢迎你继续来信向我索取 圣经自修课程的小册子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